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表情緣代表我們人 感情和尚連席的這個官邏 相會非常地重要 代表我們台灣人 路途時君的這張情緣 全台98座宮廟 上萬名信眾懷抱信仰而來 眾生上凱道逝師 大陣仗為哪裝 若非無風 怎麼會起浪 這兒我們帶您重回風暴的起點 這裡是雪甲慈濟宮的附社 納谷塔在這邊 已經遭到政府來涵 要求他們未來只能保留 這一座天公爐 而且只能插一炷香 更不排除未來將以新香 取代現香 現前樓納谷塔 只能啟用一樓香爐 一旁的土地公爐也得封 香不給多點 基本燒定止功能 官方也要直接派環保車 統一送往焚化炉燃燒 中原結起就得照辦 這是我們環保金爐 它內部機械的構造 我們用水循環去收集它的淹塵 那所以我們這個環保也經過 我們政府的認證 早就配合市府切換成環保金爐 所以風向一改 連環保金爐都不環保了 這個不只是人聽到神也看到 聽到的 我如果有講過滅香 我就下談 確實沒承認過滅香 但民政局的發文中 明明白白寫下 全面撤掉香爐 達靈燃燒願景 大玩文字遊戲 企圖稀釋民怨 但是這個是我們沒辦法接受 因為你這個跟祖先 根本就沒辦法去做一個交代 但靈燃燒走廢願景 二零一六年三月 台南就民眾被自家收禁止 遭環保局開出五千元罰單 緊接著眾生尚凱到前 還要宮廟收到區公所來函要求 競香團名單都得會整 禀報民政局 台南市的滅香執法 這時跑得比誰都還快 說這是大陸的陰謀 或是說統戰的陰謀 跟這個都沒有關係 它的一個重點是說 你今天一個政策的推行 百姓是不是能夠接受 百姓願不願意去配合 這才是重點 宣稱以宮廟起家 民進黨過去靠著草根信 抓勞中南部信眾支持 小英上任後 宮廟淪為環保眼中丁 滅香戰 眼看江城 關逼民返